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要来教的这个POWER BI软体呢 希望你们能够实际的操作 因为所有的操作呢 大概只有五个动作 你就把想要分析的结果呈现出来了 大概三到五个动作 你就想要去做 像例如说预测两个动作 你就做完了 可是它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机制 你都必须要了解 那怎么了解呢 我会告诉你 你可能要补充去看我的 什么软体的什么课程 这样你学习会更好 决定来说 在分群 你知道光是分群的方法有多少种吗 这种机器学习里面 一定要学会的至少K-Means的分群方式 我们只有按三个动作 我们就做完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 它的结果 它的分群的效果好或不好 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去了解的 好 那等一下呢 在速读大数据分析的课程 我们会花九个小时的时间 好好带你遨游这个大数据分析里面 所会遭遇到的问题 还有它好玩的一面 尤其今天你会觉得它太好玩 它太神奇了 甚至它可能完全可以取代 E-Sale 好 而且会颠覆你对于大数据分析的一个想法 那我所有课程 我会强调希望讲的是实物操作 我不希望你只是听 只是去背一些什么 大数据分析 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 三个V 四个V 五个V 几个V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之后 什么叫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里面的 AT-Test是什么 还有现在已经流行到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的意思就是说 你站在机器面前就直接告诉他说 请帮我展示各年销售统计 他就直接画好图给你看了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从中看到了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决策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我的范例讲义 我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PS 写线写线 GOO.GL 写线YTZ RXT R跟T要大写 这里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在民国一百年之前 我在巨匠电脑公司 总公司专任讲师 然后也就是帮他带政府机关 从新竹伊贝 北到 北到新北 台北 基隆 甚至我连到那个和事 他都说那也是台北线 什么共疗 共疗 大概就是这是我的责任范围 那我还有帮那个百大企业 一定要股票上市公司去授课 那后来呢我就想说 我很喜欢读书 我也很喜欢教书 所以我又再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硕士跟博士 那我会希望把我的资讯专长 能够跟生物专家医生 能一起合作 然后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癌症 200多年还没有办法完全有效解决 至少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它变成一个慢性病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的专长还是在资讯工程 写程式啊 或大数据分析啊 这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当然我有30多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证照 我也写过50多本书 后来发现哦 大概到了民国103年吧 我就想说 这个写了书没人看 那我就做影片 做影片 就有一天我跟指导教授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那你把它做成影片 到时候别人问你问题 你就直接 告诉他影片的网址是什么 就解决这问题了 所以我从那天开始 我就把我所有教书的内容 我就把它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至少我回答 例如说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我就直接把一个影片的网址给你看 然后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所以我做了大概将近3000部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也变成一个小小的网红 如果你有任何电脑相关问题 就只要到YouTube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再去输入你的那个问题 记得看完影片要在下方帮我按一个赞就好了 我留下我的LINE跟WeChat 那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一对一 一对一的好好的去聊 不过我只能 只能跟你聊电脑问题 资讯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内容是不是都在这里 HTTPS-GO.GL 斜线YTZRXT 你看这是我的电脑教学网站 因为最近教了一些大数据的内容 我大概一个月会去外面来去做教书 我主要现在是在帮台北市政府跟行政院授课 然后在这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看到2019年10月18号速读大数据分析 这里有讲义 范例 甚至我今天上完课的成品我也会放在这里 方便你们可以同步跟我做 如果没有跟上也没关系 你就回去的时候再重复练习 这边就会看到影片 我现在同步正在录制影片 然后回去的时候 我会贴心的把那些上课 有些同学在咳嗽 我就会把刻意 只要他咳嗽 我就会又再把刚刚那一句话 又再重塑一遍 然后把刚刚他有咳嗽的那一段 把它给剪掉 你看多贴心 所以真的要浪费 花了很多时间 可是我只是希望说 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回去的时候 你如果你要问我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说 影片的几分几秒 然后我们来去再做一些更多的互动 好 那例如说 如果你要看这个范例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你先到 httbs写号 写信写线 go.gl 写线YTZ RXT 然后点选这个 2019年10月18号 范例 范例下载 不要点错格 不要点错格 然后接下来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超市范例 所以就可以点它进行档案的下载 这是今天上课的档案 这是今天我们会用到的一个范例档案 那就把它 例如说下载 放到下载里面 然后存档 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一个范例的档案 这个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范例的话 它是属于商业型的资料 商业型资料 我想在座可能都是 未来政治的台湾的希望 台湾就交给你们了 那你们可能对于商业的资料 不是很那么感兴趣 所以我们在第三天希望说 再用你们更有兴趣知道的一些资料 来去做一个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这两天可能着重还是要先告诉你 商业智慧如何变成政治智慧 可以了解 我们现在都在讲智慧城市 台北市现在要打造智慧城市 我们的医学 阳明大学着重在医学 我们要的是医学智慧 例如说从一进 一到医院的开始 可能就有机器人 去跟你打招呼 看你要做什么 他就给你做一些指引 开始 这些我们都要慢慢形成智慧 所以我们是拿BI 也就是商业智慧 看看能不能平行 移转到其他的领域的智慧 那就有待各位一起 就是我们日后来互动 有更多的交集 也让我可以去了解 政治智慧要做哪些事 好了 这就是范例的下展 那您看一下 我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课程 例如说包含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这里面就介绍一大堆的使用的技巧 还有像智慧手机 智慧手机 我也有在教 还有像easeal 或者是爬虫 爬虫 本来我会期待 希望说 看能不能跟你们讲一下 现在你不要再去看新闻 看那些电视新闻 还不如自己去爬爬虫 去看这些各大媒体 各大媒体 他们 他们针对这些政治人物的报导次数 报导内容 来去看哪几个政治候选人 这我们都是用爬虫程式 直接爬下来 然后再去做一个文字云 分析 这样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些事情 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那另外当然还包含了一些什么 像大数据分析 甚至还有做一些微电影 微广告 你们如果觉得好玩的话 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当然我还有去教环保署 卫福部 所以有环保大数据 有医学大数据的分析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其实我本来是希望说 都能够拿到一些跟政治相关的领域 我就叫那个政治大数据 政治大数据分析 好 那有兴趣 你们自己再去看一看 那我们接下来有了范例档案之后呢 稍微注意一下 我是放在下载 这边有一个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好 那你们当时下载到你们自己的下载 里面应该会有这个超市范例的档案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介绍Power BI 好 Power BI我简单说 你看一下他这个网站 如果我现在就直接输入Power BI Enter 第一个 第一个一定是出现微软公司 Power BI 互动式资料视觉效果BI工具 所以我想请你们大概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互动式资料视觉效果BI工具 这几个词 你随便看 你都看得懂 那什么叫互动式 什么叫互动式 同学 名贵姓 对 这就是互动 我有问 他有答 请问一下 当我今天 我在Excel里面 我画了第一张是销售统计 第二张是获利统计 请问这两张 这两张视觉化图表能不能互动 完全不能互动 可以了解 等一下我们今天在做A-B-Test 我们就是要让你知道 这两张图是会互动的 智慧自动分析一交完 就要告诉你互动式 这太重要了 再接下来 资料视觉效果简单说 就是画统计图表 你画直条图 折线图 圆形图 全部都是 这就是视觉效果 那BI 重点是BI 它要从中得到一些智慧 举例来说 你画一条趋势线 你可以从趋势线 如果从左下到右上 你知道说 这个连续型的资料里面 它就是有逐渐成长 这就是智慧 所以相对的 我们是拿有一套工具 它做到这几件事情 然后它可以在哪几个工具平台上呈现呢 各位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脑萤幕 电脑萤幕 这个是手机 这个是平板 也就是说你的各式各样的一个 等于说行动装置 都可以即时看到这些报表 这张图绝对是9月之后才更新 因为这是新功能 这张图 这是新功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在因为7月 6月中旬我就直接到美国去进修 我在5月底 6月初我就已经看到这个效果 很抱歉 9月份 翻底中文才出现 这个新功能 所以麻烦请你们等一下要特别记住 你们去看一下你的视觉效果 有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太重要了 这会落在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教学 因为我觉得新功能 它之所以会放在这边 一定有它的重要性 好 再来就是 它可以在很多种不同的装置上面 看到这些视觉化效果 什么叫联动 例如说 当我今天我点了这一个区块 这个图就会 这几张所有相关图都会跟着挑动 都会跟着变化 这就是互动式 互动式 所以目前Power BI 为什么要学Power BI 因为它免费 免费 免费重不重要 重要所以我讲了三次 再来 再来 Power BI 它很容易操作 它真的很容易操作 如果相较跟Terry来做比较 好 之前的版本 它有15万笔的视觉限制 可是呢 我前天在测试的时候 我直接丢30多万笔的资料 它照样帮我跑出来 所以它有成长 它有成长 但是我没有拿200万笔的资料 放进去给它跑 所以我还不晓得它能不能跑 但是Table可以 但是因为Table它是付费的 它非常的昂贵 所以这里你大概要知道一下 Power BI有它的限制 它有视觉化的限制 好 所以优点缺点我都告诉你了 那接下来因为它太容易操作了 所以我就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 介绍之前你找到有软体吗 你怎么取得这个软体 就请直接输入Power BI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下载Power BI 记住一件事情 当你今天假设已经装了Power BI 对不对 假设你已经装了Power BI 你看一下你的版本说明 说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关于 它会告诉你 你的版本是什么时候 这是2019年9月这个版本 也就是最新版 现在才10月 那如果你看到是2018年几月 或者是2019年3月 那都是旧的版本 这个时候你不用移除 你不用刻意的移除这一套软体 你就直接下载 你就直接下载好 下载好 就是直接到Power BI下载 然后是不是就到这个画面 然后直接点下载 你就可以进行软体的安装 在安装的期间 在安装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项 它就帮你移除掉之前 你已经安装的旧版本 这样可以了解 我只是特别提醒你 这么一件事 你就软体就装完了 好 那你不用刻意的 先打开控制台 然后新增移除程式 然后把Power BI移除掉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下载 点它就可以进行下载 如果你要进行32美元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 几乎都是用64美元 如果你拿到的电脑 你们应该不太需要32美元 因为只有在一些比较 就是偏僻的一个行政区 你可能会拿到的是比较旧的电脑 这个时候才会有32美元的电脑使用的可能性 好 那至于30美元 我想你们就自己在上网 Google一下找我的影片 我就不去再多说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 Power BI 我先关掉 重新打开 首先当你安装好Power BI的时候 你的桌面上就会有Power BI了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Power BI 然后在打开Power BI的时候 它一刚开始要做初始化模型 它到底在做什么 毕竟它是一个画图 画视觉画图表 就是画图的一个软体 所以它要求一些色彩自行等等这些的初始化 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它在要求我们做登入 我们没有账号可不可以登入 可以 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它应该就是要让有账号或没账号都要可以使用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只能用一种方式 假设你没有账号的情况之下 你又不想要输入 不想要注册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先暂时告诉他 我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 可以吗 你就只要点下面这一个按钮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那你是不是要开始输入你的账号 不用 你就直接关掉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这个是Power BI的起始画面 起始画面知道吗 就是欢迎光临的那一个意思 好 这个起始画面它分三个区块 中间又在希望说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去做登入 登入 然后左边这一块 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功能就是取得资料 你取得资料之后才能做数据分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起始 或者是放置曾经我最近分析过的资料 像开启旧档 那右边呢 有新增功能介绍 有Power BI部落格 还有论坛 教学 好 那教学我现在就是要教你嘛 所以暂时这些内容你都可以不用去看 可是当你在学一个新的软体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右边这一个区块是一个非常棒的information 非常棒的一个资讯 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个知识 OK 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Power BI的一个界面其实很单纯 你看功能 功能标签 这是功能区域 功能只有常用检视模型说明 当然再加一个档案 大概就只有这五个 只有这五个功能 那可是常用底下的每一个功能 您都一定要会 常用底下的每一个功能 您都一定要会 而且像第一个 剪贴簿 剪下复制贴上 你本来就会 可是他不是 他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还没有取得资料 这边是灰色的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先做的功能 一定是取得资料 有看到 常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标签 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能标签 里面每一个功能 你都要会使用 好 那第一个 你即将要学会的 就是取得资料 那我要告诉你 这里面每一个功能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是什么 发行 最后一个是不是发行 你第一 一定要登入 你才能发行 很抱歉 我们这九个小时 应该不会谈到这件事情 我们有机会 因为刚好我们在政治大学 只要是大学 你有免费使用OBIS 365的权利 你知道吗 还有Go Suite Google Suite 也是免费使用的 你们知道吗 去申请一下 也不用申请 好像学号 像我在阳明大学 是我的学号 小老鼠 然后 office.ym.edu.tw 这就是我的账号 密码 就是登入 什么 校园 Ecampus 然后选课 那个密码 了解吗 政治大学 政治大学简写是什么 CC什么 CCU 那你们就变成什么 学号 小老鼠 然后 office.nccu.edu.tw 至少我去台东大学 我去台大 我们账号都是统一账 因为微软公司让全部所有学校单位 通通免费使用OBIS 365 你们知道吗 Google公司免费使用Google Suite 要知道这件事 好 那免费使用OBIS 365 所以 所以 这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发布到 我们政治大学的群组里 我不会留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 政府机关 他为了 为了要做到这件事 他只能去下载一个 Report Server RAS版 那都是千万等级做得到事 因为 他画好的这些49号报表 能不能流落给别人知道 不行 好 所以他们就只能去买伺服器版 伺服器版就不是免费了 所以 我们有机会 我们最后一天来排一下 应该可以 可是前提是 请你们要先知道 你的OBIS 365的账号 密码 你一定知道 你的那个选课的时候 那个密码 或是你去图书馆 你要去booking一些借书 你是不是要去输入那个密码 那个密码 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常用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你都要知道 然后最左边有三件事 报告 然后资料 还有模型 这三个东西 几乎我们都是在报告 报告就是视觉化图表 视觉化图表 你要呈现的地方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像以色谣的工作表 以色谣的工作表 好 第三个就是做关联 第三个就是做关联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还有筛选 视觉效果 栏位 栏位 什么叫栏位 当我们今天打开一个资料表的时候 最上面是不是标题栏 那就是栏位 那就是栏位 好 那这一个很大的区块 这叫工作区域 我们所有的工作区域 都是做成一个长方形的方式 因为到时候 我们要把这一块放到最大 来去播放它 如何把它放到最大 就是把筛选最小 视觉效果最小 栏位最小 好 这就是曲线框 这就是我们呈现 视觉化报表的最大范围 就是给别人看这样的范围 当然你也可以把最上面功能再缩小 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可以给别人看到的一个画面 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别来去介绍 分别来去介绍 了解了Power BI的环境之后呢 我们就要从取得资料开始 可是在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还是想要先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下 大数据分析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先去把我的范例 讲义 我先下载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说一下 我们中堂下课会落在7点半到7点40分 这是我们中堂下课 然后再下一次下课大概是8点55分 然后进行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Q&A 然后9点钟准时下课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各位 我们因为是像这个Power BI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要从中间了解一下大数据 大数据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据 好 那多少笔资料叫大 其实我觉得多少笔资料的重要性还不如 我们持续每天都在创造资料 这些每天创造资料还要再放进去 好 每月也要把每月资料放进去 每年每年的新的资料要放进去 好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这个大数据呢 其实会越来越大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现在因为使用Power BI是因为它免费 所以很多人会喜欢使用它 从2017年它就抢下商业智慧类软体的第一名 世界第一 本来都是Table 好 目前Table一直都维持 第二名 因为它不降价 不降价就算了 还提高它的价格 你想嘛 付费的跟免费 你会先使用哪一个 然后接下来取得资料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取得的是资料库的资料 Easeer的资料 文字档资料 网路的资料 甚至可不可以取得脸书资料 网站分析或GA 通通都可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学会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 我们这边用了很多种方式要跟各位分享 例如说连续型资料 我们要做连续性分析 弹弯机分析 同期比较 甚至我们要做类也比较 类别比较 你这边就要了解A-B-Taste 也就是 我想我问你们一个小问题 因为我到很多地方 他们都忘记了 类别比较统计要做什么 类别比较统计要做什么 分析 要做什么检定 类别比较卡方 你看嘛 学校单位跟 我跟讲问公务人员 国小的数学该忘的都忘光了 我真的不骗你 我们今天也会问到 好 我只是问他们说 什么叫做毛利率 那销售跟获利之间 如果我想要去做同期比较 请问我分母要放什么 分子要放什么 好像有些东西都已经全部还给 国小的老师或者是国中的老师了 好 那个我们在这边没有卡方检定 可是我们有A-B-Taste 在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是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大数据分析 之前要先去学统计呢 那是因为你要有统计的概念 统计的基础 然后我们以前做的统计都是资料比数 例如说你做问卷 有没有可能做到一万份 有可能吧 但是很少对不对 然后一起做个几百份 可是我们现在大数据分析 你要做几百万份 好像我的研究以前 我在读硕 当然也没有几年前 六七年前 四个sample就可以交叉了字 现在不行 现在二十万 二十万个sample 或者三十万个sample 才能够去发表到比较好的期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要知道好多种 像类别比较 同气比较 然后类别分析 然后地理分析 散步分析 然后趋势分析 行为模式分析 还有像关键影响因素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些东西的所有操作 三五个动作做完了 那做完完毕之后 你还要做预测 还有分群 那这些东西你要知道说 那它要怎么应用 所以在应用面 我会特别告诉你们 因为它的操作很简单 所以值得你回去 一定要好好的玩一玩 所以只要有新的功能 我全部都会把新功能 一直加进去 一直加进去 好 然后甚至它有很重要的瀑布图 瀑布图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我希望在大概第二次玩 第二次一半的时候 我就希望一直在介绍 DAX韩式 DAX韩式其实架构在 以色列很基本的 SEUM Average 这些简单韩式之上 它叫做大数据分析韩式 D是Data A就是Analytics Data Analytics Exploration 就是大数据分析方程式 好 那所以在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函数 叫Calculate 当然我会先教你 什么叫EAR函数 什么叫ASUM函数 然后你就会知道 Calculate怎么做了 好 这个题目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们的预测 以前我们都是用趋势线 趋势线预测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那个R平方通常会很小 所以我们会改成用另外一种预测 叫做移动平均的预测 好 所以有什么 像我们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要求精准度要提升 所以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 是比较好的一个预测方式 那划出趋势线 趋势线跟预测有什么关系 这是你们一定要懂的 然后我们在这样子的基本的架构下 我们再去了解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 好 再接下来我会希望说 举一个实际的范例 让你们去了解大数据分析 在做什么事情 好了 那我们要先看一下 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 你看这些文字 你可能也记不住 什么容量大 速度快 多样性 可是我觉得不管几个V 你应该要了解的 不是会背那些东西 你要知道的是 大数据 大数据 它到底跟什么东西最有关系 举例来说 这个文字名告诉我们 Storage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资料是不是越来越大 你可能是直接取得即时的资料 直接即时的画完图 让别人即时看到 对不对 这边都是变成自动画 好 储存装置很重要 Technology Technology就是那个技术 然后分析的方式 分析的方式 绝对跟以前统计不一样 分析的方式绝对 我刚刚讲了很多很多分析的手法 观念都已经改变了 然后我们要分析就要快速分析 这边 技术 大数据 大数据有什么技术 这都是我们在课程里面 必须要先学会的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就着重在 尤其是技术跟分析 然后完毕之后 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它的应用 那当然Storage 就是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我可能只会取得 第一种就是很单纯以下的资料 第二个就是两张不同的CSV的资料 然后第三个 假设你有100个资料 哇 1月1个资料 那你有8年是不是就是96个档案了 96个档案如何一口气快速汇入进来 然后做资料分析 好 所以这就是要透过大数据的技术来跟各位分享了 那我们大概知道了 我们要上的内容之后 我们就先来开始讲 这个大数据一定会跟我们的Storage有关 那跟Storage有关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常用底下的取得资料 所以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常用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Excel 你除了可以取得Excel资料 可以取得CSV 可以取得Web 我再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流行 SEO网站优化管理 所以我们会希望结合网站的资料 好 那社群也是一个重点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我们在全部里面 我看这个其他 你看其他里面 有没有看到像那个 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Google Analytics 这就是在做网站分析 还有脸书 那这里面没有LINE 对不对 没有LINE 所以LINE可能还没有被微软收购 也没有IG 你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希望说 知道说我们的什么广告要投放的对象给谁 这些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些资料分析的 那当然除了这些社群 还有Azure是云端 微软公司的云端叫Azure 那再来就是那个资料库 资料库 资料库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像CQ Server 这应该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资料库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给各位是一个ESEL档案 所以当然就点选取得资料底下的ESEL 然后接下来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的超市范例 所以你就把这个范例找出来 然后点选开启 找到刚刚你下载好的那个超市范例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工作表 有订单有退货有销售人员 这几张工作表你可以同时一口气把它都叫出来 也可以分时分别去叫这些资料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只会介绍到一张资料表 所以就请你们点订单就好了 下次我会请你们再点另外一张资料表去讲 因为订货 订货有可能会退货 对不对 可是订单里面不会有退货的资料 一定是另外一张资料 然后这两张资料 在不同时间把它叫出来 然后再去做关联分析 好 那我们先点选订单之后呢 看一下这个资料 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直接点载入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只有这一块是黄色 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这边是不是黄色 你已经选完了吗 有看到吗 黄色 所以你要去找下一个黄色 好 这都是未来就是这种 应该说是云端工具的一个演变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好 上面那个黄色点完 你就要去找下一个黄色 不然为什么它要设成黄色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好 这都是我们念职讯工程 我们可能会先观察到 然后再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资料跑完了 取得资料 你怎么知道取得资料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最右边栏位 多了一堆的东西 多了一堆的栏位 有订单资料表里面有 值类别 地区 行ID 利润 折扣 等等 是不是有这些栏位名称 那你很习惯看Excel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一二三 这会有三个 请选第二个 第二个叫资料 这根本就是Excel 可以吗 好 这就是像Excel的内容 它有多少笔资料 它有多少笔资料 请你们这边有一个卷轴 稍微往下拉一点 它就告诉你了 有看到一万吗 一万分之多少 意思就是说 我转到一万笔资料 现在在第几笔 我给各位一万笔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拿到资料 拿到资料 你要先检查你的资料 是否是干净的 什么叫做是否干净 资料还有白纸黑字 还有脏的吗 有 举例来说 假如说今天 我们的资料记录是一万笔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年龄 大家年龄有没有复数 年龄会不会有-5岁 不会吧 但是 当你今天去看健康资料里面 你就会莫名其妙看到有些人的身份字母 它对应出来的年龄是-5岁 -10岁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 提错了 可以了解 好 那这就叫做张的资料 或者是不合理的资料 我们需要去做处理 请问一下 如果这边我的资料是2013到2016年的资料 例如说我以订单日期为准 我的订单都是来自2013到2016 所以这里面不应该会有2017年资料 也不会有2010年的资料 对吧 所以这都是需要做一些检查 目前我们的检查的方式呢 你用肉眼检查完毕之后 你应该还要想办法去做资料的清理 这个资料清理是大工程叫做ETL 所以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以资料清理到走完资料分析 如果以一年来去看 方式资料整理大概要花9个月 后面3个月才是在做资料分析 所以你想 这个资料整理它是一个苦差事 而且要花很多的人力来去做 否则的话 你拿到是垃圾 你分析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的 好 所以希望你们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请问一下 如果销售额 销售额 会不会有负数 销售额会不会有负数 如果看到-5块 那是不是就是垃圾 那就是脏的资料 就是不合理的资料 请问利润 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这一个资料有没有负数 那你就排去一下嘛 滑鼠右键点它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地帧 地帧 然后去看第一笔 有看到吗 最小最小也有13.44 所以这里面没有负数 因为第一笔资料就是13.44 好 请问你利润会不会有负数 利润会不会有负数 所以它要是有负数 那你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把利润 递增排序 你一刚开始就会发现 它还负不少 负7,978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没办法研究 但是我们大数据分析 我们要研究什么 我们要分析什么 好 当你做完资料清理之后 我觉得你要研究什么 你要分析什么 重不重要 很重要吧 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我要分析什么 你觉得你分析出来的东西 别人会想要看吗 不会吧 好 那你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应该可以这样子来去思考 如果你不知道要分析什么 你干脆去问 你要为谁分析 如果你分析出来的东西 是要给老板看 你干脆问他 老板你想要看到什么事 好 请问你觉得老板关心什么事 拿到这个资料 里面有销售额 有数量 有折扣 有利润 请问一下 你觉得老板最想知道什么事 陈同学 你觉得 如果你是老板 你最想要知道什么事 对 那就是跟利润有关 到底我做那么久了 这四年 我到底各年赚多少钱 我利润是多少 对不对 你觉得你至少 至少 至少先做出这件事情 给老板去看 老板会不会觉得 你的分析是对的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这是当你不知道 当你不知道你在研究什么 你要分析什么 你要分析什么 你就先去问 你要报表要给谁看 第二 第二 在所有你拿到的数据里面 我们资料分析都在分析数据 有听懂吗 数字型的资料 是你值得来去做分析的 同意吗 很少人去分析 你总共分析资料有几年 我们都不太会想要去问 你总共有几个地区 你总共卖到几个国家 这都是文字型的资料 我们比较少会去分析这些 我们想要分析的是 我卖到什么地区的什么产品 利润最好 同意吧 所以算一算去 是不是在算数字 这是第二个要告诉你们的 就是当你拿到资料 你就去看一看哪些资料是数字的就好了 你看嘛 利润值不值得分析 值得 刚刚第一个推论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当你不知道该分析什么了 你就先问老板 老板想看什么 或者是你就自己想一想 你要给谁看 同意吗 好 所以当你先拿到资料 你去看这个数字型的资料 第三 第三 我想要再告诉你们 这是为研究而告诉你们的 结果 结果 结果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结果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三 第三件事 好 也就是说像例如说我今天我拿到那个全台湾二十年癌症资料 我就想要知道 台湾早发性乳癌大概的平均年龄早于美国多少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这就是我的论文题目 这就是我的结果 我当然就是要做这样子的资料分析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的结果是什么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结果 好 所以三件事 提醒你们 第一个 第一个 你要研究的东西是什么 你就先去问 你的报表要给谁看 例如说老板 老板关心的 如果你的老板是生产部的经理 他很在意的是数量 重于 金钱 可以吗 身管部门的主管 他在意的是 他能不能如期的交出相对应的数量的成品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 你就去看你的数值 通常拿到资料 文字类型一堆 例如说选举 选举不是很多候选人 什么学历 什么背景 或地区 可是你最关心的是得票数 算出来的得票率 对吧 也只有那些东西适合化 视觉化爆料 再来第三件事 你的 outcome 你的结果 你到底想要分析什么 好了 有了这个观念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去分析一件事情 我们来分析什么事 老板关心的是 老板想要知道 各年销售统计 各年获利 各年的获利 这是老板 我觉得 你觉得老板关心哪一个业务人员表现最好 还是他关心他到底可以赚到多少钱 我想应该是后者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各年的统计 怎么做呢 首先你先切换回来到报告 报告这个地方 空白的区域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为什么点空白 就是我要在空白地方画图 不然如果你本来这边有一张图 你不点到空白 你到时候就把原本这张图覆盖掉 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视觉效果 所以我选最常用 最多人使用的这个视觉化效果 叫做群组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 直挑图各位知道吗 它就是x轴跟y轴 x轴我放的是 我想知道我想要去画的是 各年利润统计 各年利润统计 所以你的x轴是不是各年 对不对 各年 那既然我要放的是各年 那你这边是不是要找一个 跟日期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 这边 订单日期是不是跟日期有关 所以我们就把订单日期打勾 当然你可能会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发货日期 那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先告诉老板 我的计算依据是以订单日期为准 而不是以发货日期 因为订单到发货中间可能要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是需要时间的 它是会有时间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所以我的轴 你看当我勾选了订单日期 它是不是就放到轴这边 放到视觉效果的这个栏位里面的轴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值要放什么呢 是不是放利润 利润是不是在这里 你看我只勾了 第一个我选群组织挑途 第二个我选择的是订单日期 它就自动放到轴 第三个我只有点选利润 我是不是就算出来各年 各年的利润统计 这件事情我想以色尔也做得到 而且很容易做到 对不对 对 你们不理我 我就知道自问自答 因为我在录影啊 好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 这样子一个资料 我先把这个资料 这个字太小了 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 方便你们看跟我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跳过栏位 我们先讲格式 这边有栏位 格式分析 这分析最重要 好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这张图的格式设定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X轴 这有X轴 X轴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 在文字大小这边 我就把它放大一点 所以这是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好 然后把这个X轴缩小 那Y轴 Y轴是不是这个数值也好小 所以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点Y轴 把字形大小放大 好 好 那你要知道 因为它是用 微软公司是美国开发出来的产品 所以呢 它习惯用的是美式的一个编排方式 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 那个美语里面我们就只有千跟百万 十亿这些词 那请问一下没有万嘛 所以它这边就只能用百万来去呈现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以选择不要有这个单位 它就变成这边一堆的零呈现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样呈现反应也是一件好事 然后接下来 Y轴 Y轴 设定完 我可不可以显示资料 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甚至你把资料标签的字也设大一点 可以吗 再大一点好了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事情 看到了2013年有0.38个百万 依次类推到2016年有0.68个百万 当你在报告这张图表的时候呢 你在报告这张图表的时候 你应该不是要念资讯的方式去报告 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报告 你应该是用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有多增加一条趋势线 多增加 那分析里面的趋势线 点一下加 你看这条趋势线 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这四年 连续的这四年 我们有年年逐渐增加的趋势 对吧 好 不过我现在也不是要教你趋势线这件事了 所以我先把它删掉 我现在第一个要教你的新功能 这是以色亚望尘莫及的 好 我就要教你自动分析 什么叫自动分析 我只画完一张图表就可以开始做自动分析了 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分析了 不用人分析 可是我们要去理解 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们要去做决策跟判断 所以分析不要再跟机器抢工作了 我们是人 人不要再去抢机器很容易做到的事 连分析机器都很容易做到 那我们人应该做什么事 做决策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2013年2014年2015跟2016年 那其中2014到2015 他的成长率是不是最高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就画了这张图 直接 比如说陈同学 他是我的老板 陈老板 我就交给他 老板你自己看 这是我画你的结果 然后呢 你自己看嘛 没有然后了 不对 因为你要告诉他说 我们这一年的主要成长 是因为哪一个客户 然后什么产品卖得很好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地区卖得最好 应该是要告诉他这些事情 方便他去做一些决策 例如说我们知道哪一个产品卖得最好 所以有持续增长期 我们在2016年是不是要增加投租更多更多的产品 所以你信不希望电脑自动帮你分析出来这些事 这就叫自动分析 怎么做 很简单 滑鼠右键 有看到分析吗 分析 新功能哦 我要特别讲一下 如果你是装8月之前的版本 很抱歉 没有这个功能 这是9月份才出来的新功能 如果你是英文版 如果你是装英文版 应该是5月之前 5月6月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功能 好 接下来是不是分析 请问 为什么我点2015年 各位应该知道 这应该是老板 这应该是到2015年 就应该要做好给老板知道的资讯 好 所以我现在点2015年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2014年到2015年 利润增加的比例是多少 有看到吗 有看到 是不是31.59% 增加了3乘5 这对于这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增加那么多利润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有看到这件事哦 而且他还还会告诉我们说 在这边利润 这边利润 有看到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启这个功能 麻烦你他会落在这个说明 他会落在这个问号 这个地方 可以吗 好 那你就先点别的地方 重新再做一次分析 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你现在就没有落在这个问号 第一次 只有第一次 他会特别告诉你 这个功能 自动分析的功能 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就特别说明 2014到2015年 他是不是增加了31% 然后 那利润增加31.5% 那主要增加是在什么地方 东北地区 你看 直接在地区别 就直接分析告诉你了 那你觉得老板关不关心 那产品是什么产品 利润最多 好 我们往下去看 这边第二个 有看到吗 籽类别产品 籽类别产品 是影印机最多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 红色也很重要 哪一个产品 下降最多 这样可以了解吗 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对老板去下明年的指导书 或者是决策 有没有帮助 你只做完一张图 而且这张图 三四个动作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就是自动分析 下面还有很多 从利润的角度来去看 产品的主要类别 主要类别 主要类别 还有从那个自治区 你看福建 因为福建在沿海 那边是不是有 距离 深圳有一点距离 距离上海有点距离 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 这个省自治区 增加最多呢 值得我们来去思考 还有像这边减少最多的是江苏 江苏那边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判断 或者是我们该怎么样去修改 我们未来的事业版图 或者是江苏这地区 我们是不是要收编几家 好 止损 可以吗 这就是自动分析 你看帮你分析了好多 举例来说好了 我再换另外一个例子 给你们听 假设 假设 我们现在 我做一个影响O3 例如说影响空气品质 PM2.5 好我就去把PM2.5 历年来它的一个成长 画出来 这张图很容易画 接下来呢 你里面一定会有 因为你不可能只有调查PM2.5 你一定会调查什么 O 蛋 C 碳 或者是CO 或者是NO 或者是O2 O3 对不对 然后它就直接把你全部分析完 最有影响告诉你是什么气体 那你觉得这样自动分析好不好 当然很好啊 你就不用在那边浪费 花很多很多时间 一张一张瀑布图画了 它就全部都帮你分析完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自动分析 我们可以分析 增加 可不可以分析 减少 像科市长 他在卫生局 他都说 我们前三名要鼓掌 没错 后三名也要检讨啊 听得懂吗 所以你不能只看 你不可以只看增加 也要看减少 好 怎么看减少 滑鼠右键 然后分析 这边是不是说明增加的情形 说明增加情形 然后它是增加减少一起看 那我们画瀑布图 我们可以再做减少 还有关键影响因素 也可以增加来看 减少来看 我们找到最关键的因素 影响增加的因素 跟影响减少的因素 是什么 你觉得是不是都很重要 你不能只看增加 好 所以关键影响因素 要不要介绍 一定要介绍 好 那接下来 请把这张图 请把这张图 来去观看 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案例 请问刚刚介绍自动分析 这是9月份才做的新功能 之前都没有 那你觉得以色奥做得到自动分析吗 不要说以色奥 你在8月之前 你光是刚刚那些事要分析完 你要自己手工画好多张 瀑布图 好 那更不用说以色奥 以色奥有瀑布图